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村上春树的棉 失棉的女人追求自我的渴望 作者是江徐 听完之后请不要忘了在文末点一个再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 常言道三时而立四时不惑 实际上很多人到了中年会面临更大的压力 诸多的困惑 1989年 四十岁的村上春树遭遇人生低谷期 小说写不出来 生活中需要面对各种烦心事 他觉得自己的心变得僵硬而冷漠 为改变这种状态 他决定出门旅行 人在自然中会得到很好的疗愈 随着春天的到来 他感到自己的心开始融化 也重新产生创作的欲望 小说棉 就是在这种际遇下一气呵成 风格有别以往的清新淡雅 融合了卡夫卡的荒诞和爱伦坡的惊悚 这部作品写在逆境 又因为写了一个失眠的女人 对过往生活的审视 所以被外界誉为村上春树的觉醒之作 而在村上春树心中 它是珍藏心底 值得纪念的作品 书名虽然是棉 写的却是关于失眠的人生 失眠的时候也是发现自我的时候 也许其中有你 也有我的倒影 我是一名家庭主妇 工作就是在家相夫轿子 洗衣做饭 伺候一家三口的吃喝拉撒 我的丈夫是牙科医生 和别人合伙开办了一家诊所 生意不错 她长得不丑 但也不算帅 可以用奇怪一词 形容她的面孔 正因为这种平淡乏味 同一屋檐下过日子 有时我竟想不起 她长得怎样的一张脸 同时她也是一个 谈吐温和的人 有着孩子样的天真 一笑露出一口漂亮的牙 当初为了开诊所 我们向银行做了大额贷款 大浪淘沙下 我们有幸存活了下来 因为经营有方 不仅存活了下来 生意还越来越好 丈夫为此忙忙碌碌 一起生活多年 激情早已退却 过着平静无澜的小日子 丈夫挺好 她从不在外捏花惹草 每天我服侍丈夫和孩子 吃早餐 送他俩出门 工作的工作 上学的上学 在门口我会说一句 当心点 丈夫回忆一句 没事 像永远重复的台词 感觉乏味 却不能不说 送完丈夫和神兽 我就去超市购物 购物回来 开始打扫 洗衣 准备中饭 因为丈夫喜欢回来吃中饭 很久以前 诊所开张不久 生意一般 我们会在午饭后上床 享受美妙绝伦的交欢 如今 我们之间看起来没啥改变 依然互相喜欢 互相信赖 实际上 生活质量已悄然变化 诊所生意变好了 丈夫步伐变快了 午后的美妙时光 取消了 事物不再像从前那般简单 环绕着我们的制约 变得更为复杂 婚姻是什么呢 每个人的理解 不尽相同 也许对不少人来说 婚姻就是和一个不讨厌 最好还有好感的人 搭伙过日子 就像两个人合伙开公司 最初可以没有深情后裔 但不能缺乏契约精神 就像书里的我 虽然当年喜欢丈夫 或许还有点爱她 但说不上非常满意 为了组建起来的家庭 我俩各司其职 她负责在外赚钱养家 我负责柴米油盐酱醋茶 关于我目前的婚姻状态 关于夫妻之间的小心翼翼 书上用一句话 概括了乏味却微妙的氛围 我们开着只适用于 两人之间的无聊玩笑 但不妨说 我们是仪式般说着这样的玩笑 相互确认事实 确认我们坚持生存下来的事实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就是这样按部就班 和很多夫妻一样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这样的时候 日子过好了 心里却开始难受了 在这个故事里 我俩一路走来 生活平静且有规律 每天每天 早上伺候男人和孩子出门后 我就急匆匆去购物 回家准备中饭 上午的时间比较紧张 下午时光属于我自己 丈夫回诊所后 我就去健身俱乐部游泳 妈妈让我明白一点 假如一个年纪三十的女人 对自己的肉体感到满意 还希望继续满意下去 她就必须付出相应的努力 游完泳 有时会去逛街 有时回家看书 或者躺在沙发上眯一觉 等丈夫和孩子回家 然后开始准备晚饭 晚餐时间 一家三口边吃边聊 聊各自度过的一天 安顿孩子睡觉后 便是夫妻的二人世界 看看新闻 说说患者 听听音乐 开一句为了讨好对方 却没有心意的玩笑 这样早安 午安 晚安了很多年 就像书上所写 这叫人生啊 但也没有因此 感觉光阴虚度 我仅仅是感到惊讶 惊讶于昨天和前天 毫无区别 惊讶于自己 被编排入这样的人生 惊讶于自己留下的足迹 甚至还未认清 就在转瞬间 被风吹走 变得无影无踪 忽然有一天 我失眠了 而且是一夜一夜地 彻夜无眠 但我并不觉得困 也不感到疲惫 身体也没哪里不舒服 白天神志清醒 甚至比往常更清醒 我没有将这件事 告诉任何人 包括丈夫 如果说了 也只是劝我去医院 交给专业医生来诊疗 而我自己清楚 去医院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是心病 心病还需心药仪 作者哭泣说 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 人似孤岛 心急就是海里的礁石 从表面看 我的家庭生活 没有任何变化 依然风平浪静 按部就班 依然和之前一样 每天开门切件事 柴米油盐 酱醋茶 睡不着的第一夜 我做了一个怪异的噩梦 当我艰难地 从气氛恐怖的梦眼中 挣扎着醒过来 身边的丈夫 正憨然入睡 就像被剥夺意识的人 她是个心思简纯的人 睡眠好 不易被吵醒 当她起床后 享用着我递上去的咖啡 并不知道枕边人度过了怎样难受的一夜 也不了解她的心灵之海激起波澜 旁人看起来风平浪静 自己清楚掩在深处的惊涛骇浪 人生海海 人到中年 更是在砥砺前行中 默默忍受 杜拉斯说 每一本打开的书 都是漫漫长页 同样的 每一个漫漫长页 至少有书相伴 故事里的我 在失眠的夜里 选择看书 安娜·卡里妮娜 我在高中时代读过这本书 只记得开头部分 以及安娜最后的悲惨结局 我躺在沙发上 边看书 边回顾走过的路 我发现自己好多年 没有这样聚精会神地看书了 结婚后 经历都好于 丈夫、孩子、日常所悟 以及人情往来 可事实上 我从小是爱看书的人 念小学时 就把图书馆的书读遍 零花钱都用来买书 中学时代更是找不到 像我这样疯狂爱书的人 每次参加读书感想的真文比赛 我都会获奖 大学期间 我的成绩很好 毕业论文写的就是 新西兰短篇小说集 凯瑟琳·曼斯菲尔德 得了最高分 原本有机会深造 然而自己放弃了 我在心里问自己 人的生活怎么会如此急剧地 说变就变呢 我疑惑不已 从前那个邪魔附体般 嗜毒如命的我 究竟去了哪里 从那天开始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 处理完家庭主妇的本职工作后 我就像学生时代那样 一边吃巧克力 一边读安娜·卡丽妮娜 我喜欢这份独处时光 小家庭的生活 一如往常 吃饭睡觉 同床异梦 默契扮演着 某种程度上的假面夫妻 谁也看不见 谁的内心深渊 以及深渊里的前程四季 丈夫忙着为人看牙 拔牙 是为挣钱养家 而我 做饭 打扫 照料孩子 甚至跟丈夫做爱 是为什么 是为尽义务 对我来说 做这些事情 如同操作机器 只是一种重复 一个人静静看书 想去游泳 就痛快地游半天 这才是我追求的生活 据图书馆查阅 关于睡眠的书 有本书的作者认为 人无论在思考 还是在肉体的行动上 都绝技逃不出 一定的个人取向 人生活在取向的牢笼中 睡眠正是对 这种取向的中和 做饭 购物 洗衣 育儿等等 长期机械式操持的家务 就是我的取向 这种取向性的消费 不是我追求的生活 那么我自己的人生 到底是什么 带着这份困惑 我在又一个无眠的深夜 独自出门 开车驶向港口 原本只是想吹吹风 消散内心的苦闷 却遭遇魔幻又惊悚的一幕 故事在此 戛然而止 留下悬念 就像生活本身 读完这篇小说 我想起英国作家 翁达杰的一句话 我曾经常常彻夜无眠 盼望着能得到一颗 大大的珍珠 睡眠是肉体和精神的休息 梦境是脑中残余思考的放电 一个人如果失去良好的睡眠 肉体这台机器的引擎 就会出现问题 无眠的人像故事中的我 渴望得到一颗光洁圆润的珍珠 又不知道去哪里寻找 或者说没有勇气去寻找 因为我早已陷入 生活惯性的泥淖 在黑暗的清醒中 想追求真实的自我 却无法挣脱某种顽固与懦弱 在这光怪陆离的人间 愿你听从内心活出自己 愿你每一个夜晚都能一枕黑田 如果不能 愿你在无眠中醒来 找回真实的自己 我愿你试你 我愿你还取得到这里